2011年的7月29号,镇江市的徐女士提前下班去超市购物,结果遭遇了车祸。 镇江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认定徐女士是工商,却遭到了徐女士所在单位的反对,于是将人设局和徐女士告上了法院。 我们来看看法院的判决结果。 徐女士原是镇江某包装材料公司的员工,公司规定晚上8点为下班时间,2011年7月29号晚上,为了准备第二天外出旅游事宜,徐女士提前下班了。 那个时候是晚上,就是晚上7点多钟的时候,然后因为我们要到这边刚好去旅游嘛,要到那个大统华的超市要买东西,然后就走这边走。 当天晚上8点左右,一辆小型客车沿镇江新港西路由西向东行驶到赵生路时,与徐女士驾驶的无号牌二轮摩托车相撞。 徐女士受伤严重,左手骨折,头部缝了18针。 几天后,交警事故责任书认定,小型普通客车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,徐女士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。 徐女士抱着试试看的心理,到镇江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报请工商认定。庆幸的是,工商认定很顺利。 对照人力工商的原则来说,它都是符合在下班组终发生非本能够责任的交通事故受伤的情形。 但徐女士所在的包装材料公司,不同意在人设局做出的工商认定。 由于双方分歧较大,包装材料公司将镇江市人设局作为被告。 徐女士作为第三人,告上了法庭,要求驳回工商认定。 近日,镇江市润州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,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。 劳动者是提前了40分钟下班,虽然违反了用人单位的劳动距离,但是并不影响他行为的性质,仍然是属于下班。 关于合理路线的问题,虽然事发当日,劳动者这条路线并非是他回家的最短的路线, 但是他去超市购物仍然是属于合理的正常的生活需要,而且这条路线也并没有超出一个合理的范围。 劳动者在事故发生的那个地点是他到达,从用人单位离开后到达的第一地点。 根据以上的规定,我们认为人社部门对做出的这份工商认定并没有什么不大。 工商保险条例中规定,工商一般是指在工作时间、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所受到的伤害, 但是立法的本意就是在最大限度的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, 所以针对许女士这样的情况,她还是应该在保护的范围之内的。